很多人都知道阿里巴巴总部是设立在中国杭州的 不过也许大家会好奇哪一个中国数一数二的电子商务巨头 总部为什么不是建在中国的北京或者是上海呢 那这些马云呢常常在访谈节目当中有提到 除了因为杭州是自己的家乡以外啊 跟这个充满政治色彩的北京或者是跨国企业邻里的上海不同的是 杭州啊是个充满创业精神的城市 把阿里巴巴总部设在这边啊 可以看得出马云希望把阿里巴巴打造成非一般企业的雄心 八点最热报记者严伟军还有宋美珍 现在就透过镜头带你去议会阿里巴巴的总部 来到中国杭州如今这里的地标除了美丽的西湖 还有一个就是阿里巴巴总部 访客来到这里少不了会去体验无人店购买纪念品的感觉 还有就是走进时光隧道了解更多关于阿里巴巴的过去 只不过在这座占地26万平方公尺的建筑物里头 没有像电影当中科技公司总部浓厚的超现实感 却多了一片远离喧嚣的宁静 到处都可以看到有员工骑着脚车穿梭在开放空间 在这里提倡的不只是要认真工作还要认真生活 说到认真生活 怎么能够少了生活当中吃的喝的用的呢 阿里巴巴总部底下今年开了一家无现金超市 这里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现场下单 现做现吃的服务 每天吸引不少到杭州游湾的访客 慕名前来体验这另类的一站式服务 此外消费者也可以透过手机线上下单 体验一下所订购的物品在30分钟之内 就能够送到你家门前的快递服务 后面有捡货的人员在卖场上捡货 然后打包好就从那里带着装好 然后就拿到直接运到后舱去 然后后面人就打包直接就送走了 下班之后还有30分钟时间 你可以先把东西订好到家他就送来了 也不用就是说出去如果大热天什么的 就是会不用被太阳晒等等 阿里巴巴这几年所推广的新领售模式 结合线下门市体验以及线上快递服务 打破了一贯的超市经营模式 把消费体验做到极致 并从中培养了消费者无现金支付的习惯 已经习惯了 就手里不带钱包已经很习惯了 因为现在就即使是老年人 父母那一辈的 爷爷奶奶都会用 我觉得已经可能在中国已经很习惯了 这是一个大改变 这是一个大改变 可能会有很多关注 我不知道这些资金会愿意愿意愿意 所以这可能会是一个挑战 但我觉得这是未来的 就像是一座自给自足的小城市 这是阿里巴巴总部给人的印象 但其实在这里的一切除了颠覆传统之外 更让人看到中国甚至是世界未来的生活消费方式